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验炒菜 做饭 我都不愿意洗碗 因为自己这一个经历 才会想到造这么一种家家户户 都用得上的性价比高的产品 这是我们的工厂 那现在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车间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小家电生产的流水线 这是洗碗机的半成品 这是我们洗碗机的组装流水线 目前我们的洗碗机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 我们这种洗碗机的话 是采用高温加压力冲洗 保证这个洗碗机可以达到一定的清洁度 我们生产的产品的话 检测机构的话 都有给我们出击过这个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检测出的数据来看的话 洁净度是可以达到99.9% 这些是我们从饭堂里面收来的碗 吃剩的菜 先把食物的残渣从碗里面倒出来 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这个洗碗机 首先把这个碗放进去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碗已经放好 开关 清洗的话是用高温高压 喷淋头的话它喷出来的水温可以达到70度以上 采用的喷淋方式是360度无死角喷淋 可以看一下这个功能选择键 这个是第一个是减洗 第二个是筋洗 第三个是瓢洗 第四个是清洁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一台洗碗机已经清洗干净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洗涤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洗碗机洗出来的效果 再看一下这个盘子 目前我们的产品从现在市场反馈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基本上可以做到零度胀 这是我比较欣慰的一个地方 平时吃完饭来说 以前是我老婆 偶尽在摩崽尽器这一台洗碗里 你还请清洁 头带到汤底下 遇到油脏 太子 我需要脏 水温 水温 水溜 水温 地球 服务千家万富